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做娛樂圈的人說 吳仔講娛樂圈幾好 好什麼鬼啊,好慘的 人們喜歡聽我說這些 這次聽一些慘的東西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我們的廣播 下面有Patreon 大家五元雞可以去參加一下 有些新人進來都不捨得離開 非常好 謝謝喜哥天天跟我們分享 好,我們講一講兩位藝員 一位是姜麗文,即是秦沛的女兒 其實我是認識他哥哥的 有些人說,五州會不會經常說 不要認識這個,認識那個 那我真的認識 那我不會認識你 那你怎麼說我不認識其他人 你怎麼會認識你呢 為什麼不認識別人認識你呢 他哥哥Benji我真的認識,拍過電影 為什麼不認識呢 有些人就是這樣認識的 認識別人也不行 所以你們被人罵是不奇怪的 那姜麗文被人罵到他 他呢,因為情傷 原來是抑鬱三次自殺 那被人網上欺凌 他就說自己呢 我一直在努力掙扎 但是在網上被人欺負的 那這裡可以說,唉,不用管別人 那另外呢,講一下阿忠 會講一下阿忠,後面會補回阿忠 李永儀,是阿忠 我一直叫他阿忠 忘記了他的中文名字 東張西望被人批爭,被人打的那個呢 老鼠,屋那個 是的,被人噴 然後那個也是認識的 那真是深切的慰問 對他有一個 那很多人在網上也是 他被人打 但是他被人罵,被人罵 那我們今天就講兩位被人網上欺凌的女生 嗯 那先講姜麗文 其實呢,近來有一個節目 他跟阿三姐做飲食 我有一天,剛好轉台算到無線 就看到 我也有想讚阿姜麗文 你穿紅色衣服真是很漂亮 嗯 我說真的 我平時很少看女無線 我都東張西望是阿OK仔才對看 嘿嘿嘿 我剛好轉台可能拍到阿三姐那裡 你做愛回家的時候 我不覺得你這麼正 你在那裡扮 是啊,很正 他扮那些 他扮那些 那些 那些 他呢 就 很漂亮 他穿著紅色衣服 整個人很開朗 經常笑面迎人 整個感覺就是很開朗 但原來他八年前 就受過情傷患嚴重的抑鬱症 三度自殺 嘩 三度自殺 那麼嚴重 那麼近日呢 就黑底白字 就說自己呢 就被人網絡欺凌 嗯 似乎那些情緒 就再度受困擾的 嗯 我現在跟你說 不用理那些 那些飯鏟頭 這些 那些仆街呢 是 你搞定了 他又搞第二個 說真的 真的不用理他們 是 間人中也有些搞我的 是 連環開鋪 不斷在那裡 三安百做 是 多少不是屬於我的 東西 放在我的罪名上 是不是 有些甚至 為了 拿我的名字來 拗收視 直接做個節目出來 說那些 不是屬於我的東西 都不知道多少 這些 是不是 但是你 內心一定要夠強大 跟得你內 喜歡你的人 永遠都是站在你那邊 欣賞你的 永遠欣賞你 不喜歡你的 永遠都會不喜歡你 你不需要為那些人 去不開心 還有要令那些人 怎樣可以 喜歡自己 不要說這些 沒有用的 這些人是不會死的 連耶穌也是被人 帶個經濟官 拿石頭扔尺 都是這樣 說自己什麼 就是給他一個經濟官 鞭打他 弄死他 就在旁邊看 活該死了 又說自己神 又說聖神 被人打 耶穌也有這個問題 不要因為這樣 而很不開心 我覺得 我們做得這行 出得來 預料 劉德華也有人抨擊他 應該這麼說 現在更需要磨練自己 應對這些事 因為現在的 那種力度是很大的 對 真的 如果張國榮那個年代 他是這樣的 人也有抑鬱 他真的會走得更快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強大的心臟 繼續留在這個圈裡 這些是很... 蝦毛來的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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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 你要去到... 那種看法 看你自己... 每個人怎樣處理 你... 看下去 嘩... 他這樣說我 很... 很難聽那些說話 糟了 我是不是真的這樣 有些人會這樣 其實不是的 當你了解了 原來這個是 AI會自動回覆的 答案來的 那時候 你就覺得糟了 是不是都這樣說 我真的覺得很過分 真的 有些人不是玩的 他真的專程 是幾離譜的事例 都可以告訴你 我先說姜禮文 發生什麼事 他連續四篇 黑底白字 英文字 揭受網絡欺凌 人 有時候很刻薄 對於任何懂得我的人 來講 電視上的我 和真實的我 幾乎是一樣的 我表演不是裝胸作勢 你甚至完全不認識我 如果你不喜歡我 就轉台 我很困惑 為什麼你要抱怨每一集 還要浪費這麼多時間 在IG找我出來 然後批評我 私訊我 指插我的話 和站的方式 其實我也是一樣的 哦 是啊 我經常有很多節目 就是 叫聲來真是 大家當 交流一下 同學 我也有很多節目 人都心痛又中 我都扮聲 人們說我弄壞聲 以後不要這樣說話 他也是扮聲 江國瑜 我說這個中國新聞 他又說 你的普通話很難聽 你進來 你走 你不看就算了 沒得說 他是這樣的 這是他娛樂的一部分 你不要理他 你真的不要理他 我記得張繼聰怎樣去 疏導阿博 跟阿博說 阿博說他覺得 他是很厲害很高層次 他說 阿博你不要這樣看 他說那些人這樣罵你 其實那些人 你出到家 他一樣很喜歡你 他一樣找你拍照 他說 你不要看那些人 他只是 不懂怎樣去表達 他對你的愛 哈哈哈哈 不是 是要找其他東西去頂住 你不是 你學黃千鴻所說 這種很哲學的問題 你怎樣去把自己說服自己 對這些事情 唉 沒有事 他可能是沒有意 他可能是口癢 他倒完垃圾他就走了 你當他那些東西說 演技 或者很難聽 或者很差的劣評 等同一些人出街 別人說粗口 那些粗口就在中共夾雜了 一定的 一定有的 有些人的心底很差 有些人就是 隨便留下垃圾就走開 就像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有人說 看見黃秋生 他不是不喜歡他 他突然間說 叫一句 黃秋跟 然後他走過去 口癢而已 對 沒有東西的 你不要放那麼大 不要擺心 我們繼續做下去 一樣會有這些 的事情 好像謝賢幾十歲都被人罵 誰都會被罵 對 我們在那些行業就是這樣 除非要非常低調 非常低調 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我想這樣說 他爸爸做癲腦正傳 是不是癲腦正傳 那一套 好像有最佳男配 還是什麼 秦配 我想他那些節目 如果現在放出來 可能一樣會被人刺 誰做都會 他走過去 跟張敏那些戲 一樣被人說 你試一下 現在拿什麼精湘追野仔 出來 法歌都被人罵得 花在那裡也像 是啊 整班都是 不是 你說的 是生態環境 是的 你叫人們環保 沒有辦法 人們不斷扔膠瓶出來 沒有辦法 所以搞到他 他說 我不得停止看自己的烹飪節目 他說因為我看到自己的時候 我感到非常難過 我有什麼問題呢 我一直都很興奮 很快樂 很精力充沛 當世界上有如此多的虛假 和黑暗的時候 這麼多糟糕 我只是想向你展示 我是誰 我明白藝人要承受仇恨 但是有瘟疫 有戰爭 有饑荒 有貧困 還有很多事情應該去做 為什麼要專注在我身上 網絡欺凌 總是這麼傷人 這樣攻擊他 真是慘 他就經歷了原來一段 在2014年 一個感情的創傷 患了嚴重的抑鬱症 他每天都對抗焦慮 和驚恐症當中做度過 更加首次公開 提到自己曾經三度自殺 這個發文令到 這個發文令到網友 相當擔心他的狀態 姜麗文就呼籲 如果你不是我的粉絲 請你離我遠一點 我只是一個努力工作去追夢的女生 請停止網絡欺凌 原本也不打算說 同時也不想給欺凌者權力 但是我真的從未試過 因為網上的一些人 去說一些說話 而停止收睇自己的節目和作品 可能真的太痛苦了 他說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對於這些 對抗抑鬱和焦慮的人 你並不孤單 我不會再次度過難 我們會再次度過難關 就好像我們之前一樣 我真的一直努力在掙扎 在掙扎 是真心的 我覺得他笑得很好看 彭牙是很漂亮的 對 很有正能量 很有正能量 所以 真的 不是說說什麼 他也會被人欺凌 我也不知道他會被人欺凌 這樣說 耶穌擺在這個年代也不行 那個年代也會死的 這個人本身的本質是很壞的 你去到這個位置 你能夠 去 開通給自己聽 你自己 你自己厲害也好 你也要去迎接這個人 我告訴你 被你欺負的人是什麼人 被你們欺負到去自殺 被你們欺負到去不開心的人 每個人都是好人 好像我這些 我真的說知道你們這些混蛋死 我真的這樣說 我明知道你們是失敗者 我心裡很壞 我心裡很壞 我經常看法 為什麼我受罰 因為我的人壞 我要用那些東西去控制我自己 你知道我有多壞 那些人 但是為什麼你傷害不了我 因為我知道 我會少看你們 但是那些人被你傷害到 那些人他們不會少看你 他們真的會當你是一個人 其實你更加不應該欺負他們 是的 但是你走來欺負我 你也傷害不了我 是 是不是 有些人想著傷害到 是啊 但是你越傷害我 你越做這些事情 因為你不幸 你不好運 你說真的 李嘉誠就是街鼓天樂 會跑來攻擊我嗎 李嘉誠經常被人罵 是啊 不是 我都知道你們是失敗者 但是這些被你欺負的那些女生 她有感覺 她真的會當你是一個人 這樣看 是啊 所以她便受了 根本上 你走來欺負我 我都不當你是人 就是這樣說 我真的可以這樣說 因為你真的要欺負我 所以我說我有多壞 你弄不到我 但是你弄到一些本身心底很好的人 所以我覺得更加是 那些人是要自強 嗯 我當然不是叫你變壞 像我這樣 我本身也很壞 沒有辦法 有條根 只能夠馬鬧精 看看怎樣可以 走完取西經 變成一個修心養性的人 不解釋 希望他們自強 但是我那種方法 其實也是一種方法 不是啊 也就是那句 你要看得通這個世界 現在這個世代 當然你明白到 在網上那些 所謂的必留痕跡 很多都是沒有輪廓 你有輪廓 你永遠 你感覺上你自己是輸的 有的 有的 很多說話我都會說 我不說而已 大家明白的 有些道理 你說的那些話我讀過你 但我不需要 我不會欺負一群被我弱的人 我會幫一群被我弱的人 但我暗地裡做 他們那些是捧殺 剛才講到姜禮民那裡 我希望他可以振作 對於演藝人來說 在這個世代 阿忠 就是我認識的阿忠 其實他也是IG發長文狂生 他說這件事我哭了很多人 被人說他被人打是舊遊自取 我覺得這件事是意外 當然有人研究 這是不是新聞採訪的問題 這是另一個問題 這是公司的問題 但他個人來說 他做的事情 你不要說是阿忠 第二個女生 阿希哥 有人捧他去做 任何一個女生 都會中這招 他是受害者 為何會被人在網上 嚥喻 明明是你旁的聲音 下巴會不會歪 鼻會不會斷骨 做多少好事都沒有用 阿忠以前 帶二十個義工去清理垃圾 走去踢爆別人 扮官騙別人 做很多好事 但那些網民 見到你 真是香港 看人家最開心 所以 有人說 最喜歡的是那句話 對不對 說什麼 風涼話 他說我是你都不爭在 我自己插水滾到地 你看我多邪惡 他在說了些什麼 是啊 好奇怪 好邪惡 還有些什麼 中了些什麼 自己插水滾 不是 是 內地我也說過 直播 我為情自殺 我為情自殺 我服毒 我服毒 接著 那些人留言 快點去死吧 我坐前曬 喂 人家跳樓 服毒 人家跳樓 快點 山窗海冷 是不是真的跳 那些 這個世界充滿著壞人 接著那些人 他就跳了 哎呦 搞另一個 完了 接著搞阿忠 搞姜麗文 所以 這些人沒有緣 然後看到 好笑 有人把別吉朝 一個金句貼出來 什麼 別吉朝說 他不在現場出現就沒事 去那裡 可能會有這些風險 這樣 他不用看那件事 誰的受害者 什麼事 他把以前的事 貼上去 用一次 無限 他已經覺得那件事 好笑 過癮 那些人會認同 給我讚 我就說 但是受害者被人打過爭 被人襲擊 不怕 他不理 不關我事 總之他沒有死 他死了也不是我造成的 說得難聽這一句 那些人 人生太乏味 是 他找不到樂趣 他現在發現 那些人 原來留言這麼好玩 是 原來你會生氣的 我讚你 有什麼好說 我又不開心 有什麼開心 我告訴你 什麼什麼 最開心 你看我告訴你 你博不到你 我應該這樣說 我剛才說自己壞 我應該這樣說 其實我知道眾生皆苦 我知道你們淒涼 所以對我說這些 我應該可憐你們 當你不做這件事 你明白自己的那件事 所以你經常跟大家說 看穿這個世界 那些所有事 等同我們 有時候看穿了 那些人說的 那些留言 那些事 那些事 你便會安樂 你明白他苦 我當然知道你苦 是啊 是啊 你追著我幹什麼 你就追 我沒有什麼所謂 我經常說 做人有什麼所謂 你這麼痛苦 很簡單 大家都是暫時存在 這是很難的 大家暫時存在 不過你在地獄裡存在 是啊 你又用我的頭看我 你又找東西扔我 老實說 這個就是看個人的 你在那層樓 哪一層 我簡直看不到你 不過我看到你 我看到你 我其實 我沒可能滅到你的聲音 我聽到聲音 看不到她的影 那便有她 不是 就是 罵我不要緊 但是你整個屁股扔到我的窗裡 我當然要報警抓你 當然 有些三方百做的 你走來抹黑 是的 那些不屬於我的事 我當然要 我當然要 法律懲治你 做人 有聲沒有話 我也算了 你的電視機也打破我 我當然要出聲 三方百做的 我一定會動你的 對 你不用怕我 你找些人 來分身 我一樣會動你的 是的 知道的 不明白的 其實你們都不孤單 我想有哪幾個沒有這些事情 說得出來 阿博都經常被人罵 真的做演藝人 是嗎 好像他們做娛樂圈 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告訴你 以前是難受很多 因為現在那種 那種留言 網民 他們不能夠分 他們分不到哪些是真心 哪些是假意 那些人留言 一卵嘴 全部倒垃圾 糟了 我是不是真的做得很差 糟了 我是不是真的 這麼不受的人 歡迎 不是的 你走過 人家都是這樣 轟下來的 那些留言 所以 你慢慢習慣 你能夠習慣到 看穿到這個世界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那你就自自然而然 能夠釋懷 你現在說什麼 譬如說 他說講經嗎 去那裏預料有風險 你有薪費 那樣 是啊 你沒有這些留言 你應該這樣說 如果這件事 看不到這些留言 你應該值得驚訝 是啊 看不到這些留言 正常 是啊 他們終於都來了苦海 是啊 這些苦海的迷途羔羊 是啊 但是這個世界 為什麼他這麼痛苦啊 他人生 為什麼要留這些言 剛才說過 有什麼人才會留這些言 你這句說話 對 他剛才說出來這句說話 你以為他人生中 每天聽幾多句 他自己 那些人都是這樣教他 他就是 你有薪費的 是否辛苦 對 很多人都是這樣 那倒是 這是對世界的認知 他也是這樣傾訴 他不會理會那件事 無論誰是誰非 對與錯 誰對誰不著 喂 給你錢 不是不做 你要做的 所以就說 我不是說自己壞 有時候見到這些留言 我就想 唉 見到你是淒涼 不是說阿忠 不是說姜麗文 我說那些留言 那些Haters 見到你是淒涼 希望大家 所以有些網台說 堅持性的留言 不喜歡就走出去 我們這些就是 我怕有些觀眾 其實未去到我們某些位置 他不明白 這幾個難才找到一個 他很難才找到 他不明白 你說什麼的人 對 很多聽不明白 不要緊的 對你們的意見 我們繼續了解 對 不要緊的 會繼續有的 這些事情 會繼續有 繼續有他 太過分的 那些沙窩白做的 告他誹謗 我介紹律師給你 但那些普通網民 那些亂參與那些 有他 對 對 要給他一個位置 對 如果你找到那些 攻擊你 有名有姓的 那些需要律師 我介紹過 以前是警司 做一個 現在成為一個大律師 介紹給你們 關於誹謗案件 絕對可以搞定 其餘那些 有的 那些 烏鷹 撥一撥他 你撥一撥他 他就走回來 他做人 他本身有一個人道 你又要做烏鷹 人家兩手撥你走開 又飛回來 真是好 討厭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你明白 就不是一個苦 不是煩惱 好 祝你們生活愉快 身心靈健康 是這樣的 拜拜